打開水龍頭熱騰騰的硫磺溫泉水流出 北投知名溫泉會館 平日一大早就有許多民眾來泡湯 但卻有民眾泡湯竟被偷拍 我朋友就跟我說我來泡湯要小心 我說不會啦 我們到通知從來也沒有這樣子過 它這個是屬於露天式的 那其實我們都會去觀察一下 來泡湯的民眾聽聞有人被偷拍 難免會擔心 而且接連有兩組情侶到警局報案 會發現自己被偷拍 是因為上週在臉書的社群網站上 民眾看到去年一月泡湯時的畫面流出 二十一號在網站上 又有兩段泡湯影片 不同組人嚇得當事人趕緊去報警 警方掌握目前流出的影片 就怕受害者不止六人 民眾被偷拍的地點就是在這間 最邊間的溫泉房 嫌犯就是利用這牆上的竹林造景 的縫隙來偷拍 警方獲報後立刻派人前往溫泉會館調查 走到每一間唐屋外面 因為就怕偷拍的地點不止一間 但外頭是山坡地還布滿水管 其實並不好走 而要通到唐屋後面都有鐵門上鎖 只有員工才可以進出 但業者也出面強調 不可能是我們員工 因為我員工在這邊都已經十幾年了 包括他的姓像 他的家庭背景 我們都很清楚 業者表示嫌犯偷拍的時間都是在去年 後來已經加裝鐵絲網監視器等等防護 還會在客人進湯屋前 用無線偵測器來偵測針孔 就是要避免客人來泡湯 卻成了無辜的受害者 華爾新聞連駕影章德森 台北報導